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便宜连段 必杀投机等都十分的好用 这下新人上手大乱斗又多了个不错的选择 话说如果不出意外 接下来的新参战角色将是这代大乱斗的最后一位 按这个意义和分量 到底应该是玛丽罗斯呢还是莱莎 言归正传 凭借出色制作水准 Switch版大乱斗至18年底发售以来 线上对战热度就一直不减 并且随着平台装机量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新玩家陆续开始接触本作 别看它本身的规则特殊 格斗游戏又大多有的一定的上手门槛 其实作为一款很有任期特色的作品 大乱斗无论对新人老鸟还是单机联机都各有乐趣 先不谈它游戏博物馆般的情怀特色 这代更新到现在 包括付费DLC在内也有82名角色 114个可选三种形态 并且还有各种机关变化场地 丰富的道具和模式 再加上出色的优化与数据组长机体带来的高开机率 只要你起来动作格斗类型 即使单机或休闲打两把 大乱斗也有着不输任何同类作品的耐玩性 而如果你追求与人对战的乐趣 享受不断学习和磨练技术的成长感 这款乍一看打的又乱又热闹的作品 硬核指数与可挖掘性真的绝对不低 基本的移动 防御 闪避 跳跃 回场 普攻 技能等等 每一步都有着精细的变化操作 更不用提着火箭鬼的可用人物数量 虽然大多数玩家真正会用的角色 一般也只有几个人 但对战讲究知己知彼 所有人物得至少清楚他们的动作招式 不同玩家用水平和打法习惯各异 这种灵活性和紧张刺激感带来的乐趣 也是系列老玩家们一直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不过万事开头难 想打人先得学会挨打 虽然大乱斗内置了超详细的介绍资料 但毕竟作为格斗来讲 它的规则和特色算比较另类 内容量又太庞大 不少新玩家容易卡在上手的阶段 平时私信和直播也会经常看到这类问题 我和另两位玩大乱斗的朋友一起 总结了以下经验 标题画面等几秒会有规则的说明 可选人物需一个个解锁等 按正常流程来 玩家就能逐渐熟悉大乱斗的基本操作 和部分人物的特性 这里需注意灯火之星模式 虽然有超多内容可以收集 但命魂的特殊规则 在一般对战中基本用不到 所以前期学习和增长经验 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模式 大乱斗琳琅满目的角色 也容易会让新玩家陷入选择困难症 其实无论单击或想之后打线上对战 对游戏本身能一直保持兴趣很关键 个人建议挑角色 还是先考虑处理 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打击场 然后看人物的特性 技能操作手感等 是否能对上习惯 一款平衡性优秀的格斗游戏 不会有最强 只有最适合你的角色 如果实战拿不定主意 当然也可以参考网上 关于新人推荐角色的一些主流意见 这期我和来自广州乱斗堂的老马 商量了一下 由他根据自己长期实战积累的经验 和对大乱斗的理解 再为大家推荐几个不同类型 既相对容易上手 中后期与人对战也很好用的角色 有兴趣的朋友 正好可以按他的讲解来尝试一下 有的新手应该是比较偏爱道具角 但是道乱斗里面那个道具角 发样比较多 有的角色呢 真的是纯靠道具杀人的 但有的角色呢 他是靠道具连鞋去连招的 但是我觉得新手一开始玩 可能要玩一些 本身这个道具就能杀人的角色比较好 其实我是比较推荐食人花和滴滴滴的 但食人花不是每个人都有是吧 就滴滴滴这个比较好 核心立回全靠一招横滴 他只有一个道具 丢铁球就可以了 可是他的铁球万能啊 看到没有 我的太快乐了 这个角色就两招就可以把那个人打得 还没有脾气 我扔球 然后我再把球吸回来 这个角色就是道具角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 就是只靠一个道具 然后可以让你觉得这个角色怎么这么烦 他用这个铁球啊 既可以立回 让别人觉得很烦恼 他就可以拿来手边 就很适合新手 你看 总有意外发生 就你的学习成本非常低 这个角色是我觉得就是道具角里面最好上手 并且就是能打出效果特别好的 都是看你的一个距离感 食人花也是只靠一招作为立回核心 努力什么 专严一个技能 我跟你说食人花的这个角色的铁球 比滴滴滴的还要再夸张一点 他这个角色就是 手边特别强 他会把人家锁在左半区或右半区 他不停的就是干扰你 让你做一个选择 你跳还是滚 还是直接上来 所以说新手玩这个的话 我觉得没有滴滴那么推荐 因为他这个太偏向于某个方面了 食人花这个铁球加6 他会逼着别人 来挑到我脸上去 他只要但凡放在一个别的角色上面去 就会变得非常强 所以他食人花必须要限制他的体速没那么厉害 另外考试了 考试失败 他回场都回不来了 就知道自己的招打盾的话 到底是你是要跑还是要去进攻 库巴其实是比DK要强的 为什么 因为库巴有速度 但是我觉得可玩性上我是比较喜欢玩DK多库巴 DK这个角色小技巧特别多 他打不同角色就有不同的战法的 DK一个很标准的 拍拍乐 皮特是个很基础的角色我跟你说 就是两个皮特互相打的话 他们的结果永远是一模一样的 强的人永远就强那么一点点 他连招真的是没有什么责任 我连就是连不中也无所谓 避回思路 就是跑跑跑抓 跑跑跑抓 他不追求一定能真连 但是他连完别人之后 他不会有推荐他 主要是因为有人就喜欢玩连招诀 但其实我觉得连招诀里面 清楚玩连招诀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说连招诀传统连招诀 像什么鹰 队长 马里奥 这些他都是 你闪都闪不了用连招 但这种连招 新手你要去上手的话 就是你会 你没练之前 你会觉得这个角色 就是整个体验非常差 但皮特不一样 他在连招的同时 他本身基础性能是可以玩的 利特雷这个角色有个弊端 就是新手玩到后面 一定会被牢手打爆 而且甚至会打到炸 利特雷这个角色 他也算是半个连招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 稍微有点重 但是是可以来打连招的角色 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重型 追杀别人的能力非常强 他回场也不错 他还有抓跟库巴那种有点像 追击性能会比皮特要爽一点 真的他压制力会强很多 但他的生存能力 我可以说非常的糟糕 他的招大额广 而且他的连招也是 很容易就能实现的 所以他生存能力是不强 但他攻击性很强 剑克斯这个游戏绕不开的话题 我可能比较会推荐 库罗姆或者艾克 库罗姆多一点吧 他没有太多的考虑的点 你会追兽身体会变更加强 你会连招 你会有些出盾 或者会有些手边 他也会继续变强 很综合的剑决 一开始他不会太弱 他艾克的招比较厚重 就是打起来比较爽 可他这种空温的连招就很好连 确实这个角色比较粗暴 适合新手的角色 永远存在那几个点 第一他的力度不能很低 第二他不能太轻 第三他的连招都是小短连 而且是很容易实现的 就算将来有些高级技巧 他的高级技巧也不会对他 这个角色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用不停的聚积了一些小技巧 慢慢的就提高 一些你的伤害质量 力回质量 或者手边的一些成功率就够了 当找到自己喜爱的人物后 剩下的就是多练了 如果只是想休闲时单机图个乐 可以按自己水平 逐步提高电脑的难度 当关闭所有道具和大招 跟9级电脑硬碰硬 在中前期还是有不少挑战性的 另外玩家手头上 有大乱斗人物相关amiibo的话 创建的amiibo角色 会通过对战成长 变得越来越强 也可以作为另一种练习的对象 目前已发售的DLC斗士 除了自己的喜好外 人物本身强度都很不错 另外每个角色都包含了 对应的场地和音乐 价格算比较适中 如果大乱斗能长期玩得下去 建议还是两单机票 直接都买了吧 即使单机玩 也能在原有基础上 翻出更多的花样 而与人对战想要提升的更有效率 最好是能让老玩家指导下 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或者按角色针对性 找一些高手的视频来练习 先学会套路 再通过大量实战积累经验 和进行变通 遇到愿意交流的老手 更是再好不过 尤其在后期 想要掌握更进阶的技巧时 网上能查到资料 再结合老手实战讲解 进步就会更加迅速 接着Switch在国内用户群体的增长 大乱斗玩家也在不断的变多 我虽然自己打得很烂 但因为喜爱格斗游戏 一直期望能有个 大家都可以热切交流的环境 老鸟们齐分对手 可以结识更多能心心相惜的同好朋友 新人们也能互相学习 互相鼓励 更容易把兴趣长期保持下来 所以只要你有兴趣 大乱斗现在入坑也绝对不晚 你要问我 为什么又专门做了期视频来推销这个 嗨 因为它真的好玩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